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事比较坚持 在生活中非常的有情就义 所以人缘非常的好 对家庭非常的有责任性 对老婆比较的体贴和疼爱 不仅在事业上能够取得不错的成就 经济条件很不错 在处理家庭关系时也非常的有智慧 不会与老婆计较太多 是非常适合做老公的绝佳人选 二 两拳风龙的男人 两拳风龙有肉的男人 一般为人非常的光明磊落 做事干脸 有胆识就能力 为人非常的爽快 做事很有魄力 懂得变通 有着独当一面的领导力 并且比较的沉得住气 为人非常的有阵性 能坚持 所以在事业上往往能够取得不错的成绩 赚钱能力非常强 然而这种人在生活却非常的细心 对得老婆非常的温柔 这种男人很值得托付终身 三 脸像方正的男人 这里说的脸像方正 不是说脸型一定是要方方正正的裹子脸 只是说颧骨 额头和下膀 不会过分的奸托 这种脸型以圆脸和裹子脸为主 这种面相的人一般性格非常的温厚 思想比较的成熟 做事非常稳重 心胸宽广 为人非常大度 能够成就一番事业 同时这种人也非常的懂得生活 也非常的有情调 对外爱人非常的体贴 家里家外都能够打理的紧紧有条 嫁给这种男人会非常的有福气 四 鼻子高体的男人 鼻子可以看出一个人的人体 鼻梁高体的男人一般非常的有自信 也很有正义感 对家庭也有着很强的责任感 只有男人有着很强的分析能力和决策力 并且做事非常的踏实 为了给家人一个好的生活 工作非常的努力 能够奋斗出一个非常好的事业 财运非常出色 家庭和亲人在他们心中的位置非常重 宁可自己吃果 也要避苦全家人 如果遇到这种男人一定不要错过 五 眉毛归微上扬的男人 眉毛上扬且比较浓密 形状就像是两把剑一样 也被人们称为剑眉 男人有着这样的面向特征 那么就是比较好的 这种类型的男人做事比较的果断 有着自己的理解和想法 是非常有魄力的 剑眉的男人有着很强的责任心 无论做什么事都是非常用心的 给人一种非常稳重的感觉 所以他们在事业中通常都能够有着不错的表现 一生中的命运都是比较顺利的 是位很不错的男人 六 养腮丰满的男人 在男人的面向中 腮部也是非常重要的 但也是人们经常会忽略的 如果男人的养腮单薄无重 而且是比较尖的 那么暗示着他们做事是非常没有原则的 喜欢摊小便宜 他们是典型的能共享福 但是不能共患难的一类 女人如果是嫁到了这样的男人 那就非常不好咯 但如果是男人的两栽是比较丰满有肉 但是向外凸起的 这种面向的男人就是运势比较好的 做事有恒心 能够取得一定的成功 七 嘴巴较大 嘴唇丰满的男人 嘴唇是一个人的财不公 能够看出一个人的财运 事业 做事的风格的 一般 嘴唇比较丰厚的人 说明他们的情感心理 做事有风格 而且很有感染力 形式风格很质 而且做人做事都很成功 能够很好地走向重点 在事业上能够很好地做事 而且有责任心 做事有耐心 能够很好地用自己的能力 而且能够得到大家的认同 保养力很强 是重量所归 把耳朵肥厚的男人 老话常说 耳大有福 耳朵在面向学中代表了一个人的福气 虽然耳朵肥厚 与耳朵大本质上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整体上来看的话 这样的面向本身的差距并不大 因为耳朵本身就是一个比较大的部位 因此 如果这个部位看上去比较肥厚的话 其实其体积本身也是已经因此而变得比较大的了 属于耳朵大的类型 耳朵肥大厚实的男人 也是很不错的面向 是福相 由此面向的男人精明能干 为人诚实 又具有经商头脑 大部分在事业或者是工作上 都能够有所成就 很会赚钱 这种面向的男人对家庭还十分的重视 结婚以后对老婆很关心 很会照顾 即使工事再多 也会抽出时间来陪自己的老婆 九 眼大有神的男人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所以可以透过一个人的眼睛 看出此人的心思 桃花眼褶 眼长 眼尾掠腕 眼睛水旺旺的 四周略带红月 眼睛四周桃花 睫毛长 眼尾刷下上翘 同人常往上面做鞋事 黑白并不分明 眼神似罪非罪 令人有点朦胧而奇妙的感觉 往往异性缘比较旺 桃花独走开 这类人对待感情 往往不能专心 容易被外面的花花世界迷惑 而眼大有神的男人 则完全不同 眼睛大有神的男人 比较的不拘小杰 他们给人一种 大将丰范的感觉 对于小杰不是特别的在意 即使是别人不小心触碰到了他们的痛处 他们也会选择原谅 而不是抓了一件事情不愿放弃 他们觉得神要求防范 学会得了人处且饶人 你给别人温暖 别人也会温暖你 要不拘一格 这样的男人做事 一般都比较的随性 遵从自己的内心 一般在感情上 不会太注重形式 而是想着一心一意顿女方好 是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你遇到了不要错过 十 眉毛浓厚的男人 老话常说 夫男子以眉为望 若眉雨稀疏 恐大事难成也 一般来说 从我们身上的印象当中 男人往往是眉毛浓厚 会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而事实也证明 往往就是眉毛浓厚的人 能够成就大事 眉毛又浓又厚的男人 也是属于好面相 他们有主见和魄力 有影有谋 做事干净利落 而且还特别重感情 不管是友情还是亲戚 都看得很重要 每当在困难关头 总是会有贵人相助 他们也可以说是 有福气的男人之一 这种男人一般都是可以 给老婆安全感的 他们不会在外面花心 眼里心里都只有自己的老婆 即使事业做得再大 也是如此 所以遇到这样的男人 就不要犹豫了 十一 鼻子是我们的五官之一 我们每个人的鼻子 都有着不同的形状 有些人的鼻子比较铁 有些人的鼻子则比较塌 而在面相当中 鼻子属于是财不公 代表着一个人的财运好坏 如果是一个人的鼻梁很高 且富有肉感的话 则这个男人不仅看上去很帅 而且将来还会很有钱 因为这样的鼻子 一向有旺财之意 如果一个男人的鼻梁是高挺的 而且是风浓饱满的 那说明了这个男人的财运 是很不错的 也有着很不错的运势 自尊心也是很强的 对各个方面都是很负责任 有着很强的责任心 眼光也是很高的 做什么事情都会考虑到很多方面 鼻梁高的男人 不会和妻子轻而易举的产生争吵 就算是两个人意见不合的时候 也会征求对方的意见 不会只考虑自己 也不是那种不重感情的人 这种人能够看懂对方的心思 和任何人相处 都会让对方感受到舒适 有能力闯出自己的天地 若是一个男人的鼻笑 或者是脸部有瑕疵的话 便应该提醒自己多加注意 努力改善弱点 扭转运势 改变命运 若是自认相貌不佳 便自暴自欺的话 那么成功的可能性也会比较小 鼻笑不好的人 年少时期多加努力 方有可能在中年时期度过难关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愿您时时心清静 日日是吉祥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